世事從來都沒有絕對 只是看你怎樣去選擇 快餐不一定是Junk Food 懂得選擇 一樣吃到有心又環保的快食 不一定電影才有3D 家下看時裝表演 一樣可以有立體效果 還要是世界各地 同步看現場直播 不要再跟我說一定了 做人還是留一線好 Tips Hotel 通常是當 我們拿不出來主意時 拿一隻銀出來, 紮公子 聽天由命 不過永遠都是有些人 喜歡把命運操控在自己手上 一國銀應該有更多用途 就像一個意大利品牌一樣 他們的副總裁Nicola Bvlgari 很喜歡收藏古幣,而且藏量極多 他不想這些那麼有歷史價值的古幣 只藏在櫃桶底給自己欣賞 所以早在五、六十年代 設計師利用古幣 放入珠寶手式中 那麼有創意的設計,馬上很受落 當時連阿德里夏萍 都在這個品牌擁有 其實古幣是歷史範證 就像古羅馬時代的錢幣 很多時候都是用女性頭像 這代表當時的女性很有權力 而女性地位提高 也影響了當年的智商潮流 發應就是一個好例子 在歷史巨輪的運轉下 這些用古幣做的手式 又再次將以前的影像投影到我們眼前 古希臘女神 古羅馬皇帝、皇后等等 她們的打扮是怎樣的 透過這些古幣手式 真的可以慢慢研究 其實在古羅馬時代 即是大約公元一世紀的時候 她們已經用當時的金幣 來做耳環、頸鏈、吊嘴等等 而時至今日 這裡每件手式用的古幣都不同 所以就更加變得獨一無二 除了把古幣用來做手式 這個品牌亦將古幣融入手袋設計 我手上拿著這個晚上的鎚鎚 其實是購買一輛普通的跑車 它經過的地方在哪裡呢 先說用料 外面是用水蛇皮來做的 上面有古幣、黃金 和1.21卡鑽石 而說到手工 整個鎚鎚鎚是用人手做的 所以看上去是非常立體 而另外這個鎚鎚鎚的價錢 也夠購買一輛日本車 它外面是用網射皮做的 最精緻的地方 就是它的扣可以拆出來做一個鏈嘴 這款Danny Carrey的手袋 用小牛皮來做 柔軟,但結實 手袋的皺摺和細節 完全是精工的表現 原來設計師的創作靈感 是來自微風輕吹扭枝的擺動 不知道你能否領略到 而這款古幣手袋的外形 就滲透著點點的懷舊氣息 優雅大方 加上杜金的金屬鏈 配賣仿古的錢幣 令整個設計變得很統一、很自然 我越來越明白 為何那麼多人想做公主 往後或領導人 因為他們的墨頭 就可以貼上的錢幣道 流芳百世,真是挺威風 生活在香港的節奏這麼快 物價這麼貴的城市 很多時候,我們都要逼著吃快餐 慢吃慢活 就綁快是一種退休後 才可以享受的生活 而最近可能因為市場需要 就出現了一種叫做 我們做事實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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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nos 所以我們進行快樂 肉圓組成貿易速的 良人 變化 老衣 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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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我的目標是保護健康和傳統 食物是全面的 和如何創造的 很好 有否想過 食物不僅可以決定你的健康和壽命 亦可以扭轉地球的命運呢 在香港出身 法國長大的Christian 是生機飲食及素食主義者 因為他知道 每天生產肉類排放出來的二氧花灘 足以改變氣候 而在泥巴嫩出生的Bopsy 經歷過戰火 明白到人類的破壞力有多恐怖 他納使要走上環保這條路 這間快餐店用的主要食材 都是來自本地的有機農場 做出來的素食堅持原汁原味 Christian,Bopsy,很高興認識你 我來自本地的主要食堅持有多久 我來自本地的主要食堅持有多久 所以我召集了他,然后我们打開了会会的市场,他在某個礼物时 他在很聚习中,很聖语也都打开, 他应该是当然说有个不幸的一个人讲过了一个小似的病 privilege 所以在一周的见到 Bob Z,他把我进入到这栏某って 他会找到几个月前面 我们看到了,然后我们见到它 然后,在第一次认识我们觉得我们很相会的想法 我们很相似的同样 在那一刻,我們簽署了那一星期 那一陣子就開始了 沒有回覆了 所以,你們 both are vegetarian and raw foodists 是的,我們是 那些什麼東西是吃的? 那些什麼東西是吃的 第一,你吃的食物 所以,你吃的食物 像是一种生物,你仍然变成了一种生物的生物 当你煮了一种生物,你取消了一种生物 这是很重要的体育体,脂肪,脂肪,脂肪 帮你保护所有的食物,脂肪,这些东西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会有一个生物的生物 你会有更好的智慧 因为你的健康,你最好的方法是有一个健康的 而开始一种新的生物,改变你的健康 你改变你的健康,其他东西会变成了一线 你知道古代的说法,我们是我们吃的吗 是 这一刻没有更正确,我们是我们吃的 免费干净过滤水,欢迎所有街坊浸来喝 旧铁冠、二手瓶,循环再用 装食材和香料 用新鲜运度的有机蔬菜 炮制出天然美味的沙律 新鲜运度和甜品 背后这些都是热食材 对,这是一般的热食材 如何做食材和准备分别 从传统的菜式上 热食材的准备,没有煮食 没有热 没有热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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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所有东西是准备 准备了 然后,你常常用食材或滋味 不断食材 什么令你那么特别的 我曾经有这个想法 我曾经有这个想法 建议的设计 一个设计划 可能过15年 它是新的方式吃的,不是一 burger,不是一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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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叫它FLATS,基本上是FLATBREADS baked in our hand-made oven, 我们煮 theseFLATBREADS,Freshly-baked,and we top them withZATAR, ZATAR是这种蜂蜜 you can see here,which we mix with olive oil, and that we spread on top of theFLATBREAD, and then the rest are just toppings,you know,in this case we have a Spring Flat, so we have avocado,tomato,mint and garlic naiz, which are all raw ingredients and then it's rolled and served like a sandwich 5%的环保附加費 用环保物料做的胶杯,可以在堆田区完全分解 包装物料大部分都是二手东西,在不同地方 回收回來,像这些桌椅的木材,是来自恩尼 嫌嫌蟹,坐在这里久了,为什么会全身都是汗 不是因为太近这个敲爐,而是要节约能源 不切冷气 刚才和Bob和Christian聊天后,其实他们也提到 在香港要开一间这样的餐厅一点都不容易 一来政府不支持,二来要找投资者是很难的 有很多投资者宁愿将钱放在更赚钱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位对食得健康 和环保那份坚持和執着,真的很值得我们欣赏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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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情 这个德国时装品牌为了 庆祝晉军中国30周年 特意在北京十大建筑之一 中国国家农展馆中 舉辦了一個四季的時尚表演 這次也是首次運用3D模式 在網上直播的時尚表演 即是在倫敦、紐約或西德尼的時尚 都可以跟我們一起感受現場的氣氛 很興奮 第一次看3D時尚表演 很期待,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這是他們亞太區的30週年 我覺得他們做得非常華麗 然後聽說他們裏面的Runway Show 都是非常棒 所以蠻期待他們這一季的衣服 舞台花雄也一定會有 衣裳的概念 是否有什麼風格 也會有什麼風格 因為之前我已經看到 她的舞台是怎樣 我覺得是非常特別和很長 所以我很期待 這個品牌亦挑選了一座 充滿著中國文化特色的展館 搭建了一條356米的路線 亦請來世界各地的頂級模特兒 包括Jones Moss Carmen Case 何歲 還有孫菲菲等人來演繹 Fall Winter Collection 這次時尚表演以Modern Luxury做主題 所以在舞台設計上 都花了很多心思 去表達這種奢華主義 以封形燈框打造而成的Runway 會因應音樂律動 以及不同系列衣服的特性 而有不同的燈光效果 感覺就像一條時光隧道一樣 很神秘 主擇藍莊的設計師Calvin Lobo 很緊張這次的表演 畢竟很多地方的人 都可以在網上看到直播 真是不容有失 很高興認識你,Kevin 很高興認識你 可以跟我們分享 關於今年冬季製造型的重點嗎 其實重點是在很充滿的元素 這就像回到我們的歷史 所以我們要對一個普通的 提供的各種類似的 我也要像一個雙重的 二人、三人、三人、一雙一雙 但這也要在髮時 很順暢的 非常非常有色彩 所以這證明是 確實在穿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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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 但最重要的是穿著穿著正式 所以你從哪兒帶了你的 是從頭的印象 你如何提出的 《GD的Modern Luxury》 那個名字名本 Modern Luxury actually says everything because it's a combination of modern, what black is for sure, and the combination of luxurious and we combine fantastic qualities with a soft workmanship in a perfect shape and a perfect look and this is what the show will be like. It will be a really elegant statement. What about the materials you use in this collection? Anything special about it? Very important is that the hand feel is nice and not only the hand feel. The problem for a winter collection is that you don't feel that this is a winter jacket which is heavy. All the fabrics we use are quite light in the weight. If you combine light fabrics with...